好,下面呢,我们来对这个二至六层这个建筑楼板进行创建 首先,我们这里呢,要根据要求来搜索这个五顶线 在我们这个房间五顶这个搜五顶线 搜五顶线这里选择它 然后我们这里框选所有的这一个建筑 让进线好了,我们都给它进行框选 按飞车 飞车之后,它输入这里,输入偏移距离 我们这里为0,按飞车 好,这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选择这个 把它颜色,我们只换为这个蓝色 一次更好的区分,区分开来 我们这个蓝色的线,它就是我们所搜索的这一个外轮壳线 好,这时候我们根据要求,怎么来操作呢 执行这个搜房间,搜索房间 搜索房间之后,我们在这里弹出一个对话框 在这个对话框中,我们勾选显示房间名称 然后把这个扶行框勾选上 然后在这里呢,当然这个面积 标注面积 我们可以把它取消 取消,给取消掉 然后这个三维地板,我们不管它 屏蔽背景 我们这个屏蔽背景 起始编号,我们这里可以暂且不管它 显示房间编号这里呢,我们不需要显示 就可以了 只需要对其进行显示房间名称 OK 当然深层建筑面积 建筑浮流 面积浮流柱子 识别内外 OK 然后我们这里框选整个对象 按飞车 然后看一下,它这些地方就把这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的名称给做好了 然后它给出标注的面积 当然这个位置呢,我们在左侧 OK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取消 取消,整个给取消 然后我们根据要求,我们对其进行房间名称的 做使标注 我们比如说这个对象,我们叫做次卧室 这里呢,我们叫房间 好,这个我们叫主卧室 当然这个位置呢,我们也应该是主卧室 这里呢,我们是主卧室 依次大进调整更改 次卧室 好,这里呢,我们为除无间 除长间吧,都可以 双进两侧,这里再来 除长间 OK 然后这里呢,我们为楼梯间 这个对象 为 楼梯间 OK 这一块,我们为客厅 实际上,我们这里我们选择客厅吧 都按照这种方式做了,都可以 然后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我们为卫生间 卫生间 好,这上面呢,这个位置呢,我们为厨房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餐厅厨房,都可以 好,这里一个厨房,我们选择它 好,这个位置呢 嗯,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将这两个合并为一个整体 都不管它 这里呢,我们要对它进行 编辑 这种强调,我们可能不需要它 好 好,我们现在这里呢 重新来搜索 比如说搜索房间 我放的 我在这里来搜房间能扣 好,在这里点击 适合生存封闭多段线 我说是 OK 好,然后我把这里来 中间我们再来 搜索房间 OK 你看,这样子已经做了 做了之后我不标出面积 这个是 我们这里就叫做厨房 OK 好,那么我们右侧也是一样的方式 也按照这种方式 把它进行调整修剪 编辑 实际上 好,根据要求呢 我们把整个这个房间名称都给标出来了 当然我们这里把这个面积也给计算出来的 好,这里做了之后 我们再使用单行文字命令 在阳台下面两个阳台位置 使用文字 单行文字 输入阳台 阳台之下把它输进来 然后在哪里呢 我们这里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改改的大一点 放到这里了 OK,看一下 当然我们这里只行镜像名的MI 就这两个文字对它进行镜像 OK 然后同样我们再来使用MI 选择这两个阳台对象 然后步着这里点 OK,看一下 这下整个阳台 这下已经名称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 紧接着 这时候我们来执行这个套内面积 这里有一个房间屋顶 这里有一个套内面积 好,将弹出一个套内面积的框 分别对每一套房内的房间名称进行选择 从而对其进行1-A,1-B进行标注 当然我们这里呢 设置好参数标注面积 标注单位显示轮廓 好,但这个负号 我们可以不需要有屏蔽点 我们这里首先选择 左侧的一套 比如说卫生间 厨房 客房 还有这个储物间 主卧室和赤卧室 这个阳台 当然阳台选不上 OK 然后我们将其放到这一个 比如说是在 左下侧 OK 再来我们选择第二一套 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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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卫生间 休息室 OK 我们把这里 好 这一个 OK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标成 1-B 1-B 好 同样我们根据要求 我们右侧 我们再来进行镜像 我们比如说先选择这个 你看 它是能格是这样子的 当然实质上 我们可以这样子 对它进行镜像 M-I 选择其中一个 一个两个 它选择这两个标签 它自动的就对它 进行了镜像 OK 看一下 我们这边 有了 这边有了 好 当然我们这里呢 我们把它编号改一下 比如说 2-A 那么下面 这个为2-B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更加快捷一点 快捷一点 然后它的面积 是这样子 我们计算出来了 当然这里呢 我们有个楼梯间对象 楼梯间对象 属于哪些对象呢 我们首先对象进行标筑 比如说公摊面积 选择这里一个公摊面积 然后选择楼梯间 楼梯间标签 这个还有这个楼梯间标签 OK 你看 它选择为公摊面积过后 哈 这个楼梯间的 当然我们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搜索房间 房间轮廓 整个面积 我们之前没有统计出来 大家也可以根据要求 来重新的它进行统计 比如说房间轮廓 比如说我这些都 显示房间名称标筑面积 面积单位显示出来 屏蔽掉 然后 OK 比如说在左下车 你看 整个面积是多少 已经重新揭出来了 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 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有一个搜索 搜无理线 我们还是重新做一次 我们看一下 飞车 OK 然后把这个线 它颜色 我们转换成蓝色 看一下已经有了 当然我们这些地方 我们这里 我们应该是随层 这些 选择它随层 选择随层吧 随层是哪一个层 就是哪一个层 不管它 这个对象呢 我们一样的随层 它是红色 OK 这是一个建筑总面积 我们把它放上来一点 进阶座根据要求 这时候我们来执行 这个平板造型效果 我们现在 我们这边切分到西南等 这四驱火 这个开链四驱模式 我们观看一下 这里没有一个楼板对象 当然我们这里来 我们要对其进行创建楼板 怎么来创建楼板呢 当然这里来 我们选着这个三维建模 造型对象 这个平板 然后根据要求 我们来选择这个 空闭的轮廓 比如这个对象 然后按两次飞车 输入平板的厚度 平板厚度为-100 -100 OK 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里 这个平板 事后已经创建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平板 选择它 看一下 将其向上进行移动 将其向上进行移动 怎么来移动呢 我们这里选择工具 位移 选择Z 将其向上移动多少 这里位移三千 一看这个它就上去了 下面这个 我们把它删除掉 原来多余的 给删除掉 然后我们这里 根据要求我们再来创建 我们选择这个 它就是上面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颜色改变成青色 以示更好的观察吧 紧接着 我们这里再来创建举行洞口 在这里我们来废置几个洞口对象 怎么来废置 这里 我这里使用这个多端线命令来废置 P2 然后比如说从这一点 像这一点 这一点 把切分到正经模式 然后这一点 NC键 以起点B和 这个对象 我把它转换为这一个 绿色吧 然后右边 我执行这一个 进行命令MI 选择这一个 对象 然后部署它的中线基点 OK 它进行进行好了 看一下 这里就有了这么两个 对象 然后 我这时候执行这个双击 这个平板对象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加动 加动我们选择这两个 举行对象 这个分比多端线对象 OK 你看 这些地方 它自动的就对它进行加动处理了 看一下 在这里呢 你看我们注意观察这些地方 它有 这个地方 要注意 好 现在我们这个平板 就已经创建完成了 好 对象 好 对象 好 对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